如果把全球几艘主流的航母 它在一起比较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 不管是美国的福特号 中国的山东号 还是法国的戴高乐号 首先都是只有一座见到的 但伊丽莎白女王号却有两座 其次前三艘航母都采用了鞋式飞行甲板 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飞行甲板 从头到尾都是笔直的 它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 先说两座见到的问题 是为了迷惑敌人 让你猜不到我舰长坐在哪 就像总统出行的车队 总是有几辆一模一样的车 前后排列一样吗 显然并不是的 原因不在甲板的上面 而是藏在甲板的下面的 在航母的引擎室里面 伊丽莎白女王号 使用了两套一模一样的燃气轮机 作为它的动力来源 所以就需要两套排烟系统 来把飞机往外排了 通俗点讲 就是它有两根大烟囱 这两根大烟囱 显然不可能光秃秃的处在甲板上 既然甲板上还需要立起箭导 那么最佳的方案 肯定是把烟囱和箭导 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情况 还要再特殊一些 它的两套动力系统 前后间隔的距离还特别的远 所以你要么是设计一个很长的箭导 一次性的把两个烟囱都包在里面 要么就得要安排两座箭导 分别来裹住两个烟囱了 它最后的选择 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这个全球首创的双岛式航母了 在说它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之前 你难道不该首先好奇一下 它为什么要整两套一模一样的动力系统 而且还非要把它们之间间隔得这么远 如果你已经猜到了 就在评论区里面走一步 原因其实很简单 英国人是怕伊丽莎白女王号 重蹈了皇家方舟号的负责 1941年11月14日 一枚德国U-81潜艇发射的鱼雷 击中了皇家方舟号的侧弦 引起了巨大的爆炸 并将箭身撕开了一条长约40米的大口子 大量的海水倾斜而入 几分钟内就淹没了中心的锅炉舱 导致主机停止运转电力系统也就完全中断了 于是这次二战当中 英国最为著名的航空母舰就只能困在原地等待最终沉入海底的命运了 要是它有第二个锅炉就好了嘛 英国人懊悔不疑 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才会有了两套格的这么开的燃气轮机了嘛 就是为了荣于备份提高一旦战损时的生存率的两个烟囱 那就两个烟囱吧 咱建两座舰岛不就好了吗 虽然这样会造成物理上的隔绝 让前方负责船只控制和后方负责飞行控制的两个班子 在配合上有点不太容易 尤其是考虑到舰载机的起降 其实都是非常依赖航母提供准确的航向和航速的 所以就更加要考验两栋楼之间的磨合了 但除此以外 分层两栋比合层一大栋还是有不少好处的 比如可以省下大量的甲板空间 甚至在两座舰岛之间 还可以装上一部升降梯 大大提高了甲板的利用率 比如两个小舰岛比一个大舰岛所带来的空气 湍流更小 这样就对舰载机的起降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再比如分开的舰岛 分别提高了船只控制和飞行控制的效率 位于前方主要用于船只控制的舰岛 得以离船手更近 因此为船员提供了更好的视野 可以更好地操纵船只 尤其是在狭窄的隧道上 而位于后方主要用于飞行控制的舰岛 因此可以装上290度环绕高达3米的巨大窗户 把从舰尾到舰手的整个飞行甲板一览无余 因此就能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了 还好是吧 分开的舰岛上可以装上分开的雷达 降低了两者之间的干扰和盲区 而分开的舰岛也可以分开去制造 在难度上又减小不少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 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双岛造型还真是有理有据的 那么它取消了的鞋式飞行甲板 也同样有理有据吗 看起来也的确没啥毛病 其他航母上之所以要把旁边的飞行甲板斜着放 是因为他们的舰载机都是滑向甲板靠勾住拦阻锁来减速降落的 这样的方式有其特定的风险 就是万一飞机没有勾住拦阻锁的话 它必须要马上复飞才行 斜着的甲板为它创造了安全的条件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斜甲板而是笔直的往前冲的话 它是很难避开停在前方的飞机的 结果很有可能就会是这样的 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舰载机都是具有垂直起降能力的机型 直升机自然不用多说 固定一飞机采用的是F35B 它可以在舰手那个上翘12度的滑越甲板的助力下 实现短距离起飞 然后再舰尾直接以垂直的方式着舰 既然这样干嘛还用得着斜着摆甲板呢 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工整的矩形 显然还能有更多的浮育空间嘛 你看理由是不是也很充分呢 就我个人而言还是非常喜欢这艘航母的造型的 所以你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华尼的看法写在留言里面 告诉我吧